Hello 大家好 我是Simon 今天這支影片呢我要跟大家來介紹八種抹茶口味的零食 所以如果你喜歡吃抹茶的話請繼續看下去吧 我個人超級無敵喜歡吃抹茶 所以我今天準備了八個茶茶小王子系列的抹茶零食 然後今天我會試吃所有的零食 然後選出三個我最喜歡的推薦給大家 然後每一個包裝上面都有這支茶茶小王子 那我們開始吧 先從這個抹茶雪餅開始 這個是99塊 這個99塊 然後這些在家樂福都買得到 打開吧 試吃一下 這包裝 哇 這包裝超可愛 上面有這個茶茶小王子 然後我一開始以為這是一個女生 因為她頭髮有點長 所以我以為是女的 結果她是一個小王子 這個長這樣子 就是雪餅 這是抹茶口味的 來試試試看有沒有抹茶味 她只有一點點抹茶味 然後吃起來 我感覺吃起來有點像那個乖乖 原味的乖乖 滿脆的就是有一點點抹茶味而已 我個人 我個人覺得還好欸 因為她的抹茶味沒有很重 那我們先放旁邊 等會兒再吃 那下一個呢 我們來吃中香抹茶餅乾 這個呢是79塊 79塊 然後裡面有12包 我現在來吃 這有點像蘇打餅乾的感覺 我來吃一下 長這樣子 就有點像蘇打餅 就是希望有抹茶口味 其實我吃不太出來有抹茶味欸 這抹茶味比剛剛的那個雪餅還 還淡 這個我覺得 沒有抹茶味 完全沒有 因為我個人是喜歡吃那種 很濃很濃的抹茶口味的東西 所以這種淡淡的我個人覺得還好 那下一個呢我們來吃這個 爆米花 這個爆米花呢 看起來感覺沒有什麼綠色 就感覺很像原味的 那我來吃吃看 這是抹茶焦糖風味 來打開 打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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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開啦 這裡 打開了 終於 finally 等一下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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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直接刺破嗎 Pr 好 現在來吃一下 它聞起來沒有什麼味道欸 來試一下 它挺白的 就是沒有感覺有抹茶口味的樣子 这个完全没有抹茶味 比刚刚那个还要夸张 这个完全没有 不及格 不要 不要 我刚刚说过了吗 这是99块 这个99块 再来是这个 卡迪娜抹茶口味洋芋片 这个39块 这是最便宜的 来吃一下 然后他说 100%新鲜洋芋切片 选用日本与日抹茶粉 浓厚抹茶风味 苦甜参半 每一口都是极致享受 那我们来试试看吧 希望这个有抹茶味 闻不出来有抹茶味 但是这个是绿色的 绿色的 它这个 没有抹茶味 但是不像其他洋芋片 这个是甜 有点甜甜的感觉 只是没有抹茶味 是我太重口味吗 我真的觉得 没有什么抹茶味 你们可以去买买看 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味道 很酥很脆 很好吃 但是没有抹茶味 然后再来是这个 黑师富卷新酥抹茶口味 我真的很期待这个 这一定很好吃 oh no 怎么又有一个难开的 开了开了 喔开了好久 大概有五分钟吧 好现在来吃 它就是这个脆笛酥的样子 这个一定很好吃 这个一定很好吃 我是对抹茶的味道有什么误解吗 真的没有抹茶味 就是甜甜的 只是不是抹茶的味道 闻起来有点像那种饮料店 珍珠奶茶店的 那个抹茶奶茶的味道 但是吃不出来 但是很好吃 超好吃的 这个 这个239块是比较贵的 再吃一个 再吃一个 再来是这个 日式抹茶蛋卷 这个55块钱 来试吃 我觉得蛋卷应该会很好吃 又要开了 我真的是 真的有障碍 诶开了 里面 好像只有四个 还有 两包小小的 哇 这个包包也好可爱 好可爱 这是 有两包 然后一包里面应该有两个 它里面有两个 绿绿的 非常的好吃 不过 没有抹茶味道 就是甜甜的 完全没有抹茶味道 也不知道这些 绿色是怎么来的 然后再来是这个 抹茶口味的七七如家 这个是抹茶杏仁如家 这个79块 这个是迷你型的 就不是像那种一般的 很长的一条 然后它每个上面都有这些 小王子 很可爱 来吃的我觉得 这个应该会有抹茶味道吧 应该要有吧 应该要有的 抹茶味 这个有抹茶味 这个有抹茶味 超赞 嗯 超赞的 它就是那种 入口即化的那种 就是它的 那个味道会在你 嘴巴里面溶掉 这个是我目前觉得最好吃的 再来最后一个是这个 抹茶拿铁 这上面有那个小王子的图案哦 这里 这个里面有6瓶 然后这个总共169块 然后一瓶是200cc 来喝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喝拿铁 就是咖啡类的 只是 因为它是抹茶 如果它是抹茶 因为它是抹茶 所以呢 我准备了 希望好喝 希望有抹茶味 希望 有抹茶味 闻起来 闻不出来 我不知道 喝一下 是我太重口味吗 真的 没有什么味道 就是奶茶 一般奶茶的味道 没有抹茶 我一点抹茶味都没有 好 绿色是假的吧 喝起来有点像那个西米露 就是白色的那个 里面的那个椰奶 还蛮好喝的 但是没有抹茶味 等会再喝 所以呢今天我吃完了所有的零食 抹茶口味的零食 但是呢 大部分都没有抹茶口味 只有这个 七七儒家有抹茶口味 然后我现在来 看一下我的前三名是什么吧 第一名是这个 七七儒家抹茶口味的 这个 这包 79块 先放一边 这第一名 第二名呢 我觉得是 这个 抹茶口味的蛋卷 超好吃的 然后这个是55块钱 里面只有两包 然后一包里面有两根 挺好吃的 但是没有抹茶口味 然后第三个呢 当然就是这个呢 黑师傅 卷心酥抹茶口味的 这个239块 这个比较贵 因为黑师傅很有名嘛 里面长这样子的 这个一样很好吃 但是 没有什么抹茶口味 今天 吃完了这么多 我就 推荐你们买 这个 这个 还有如果你喜欢吃 这个的话 你可以买 这个抹茶口味的 但是我觉得 其实这些抹茶口味的零食呢 都没有什么抹茶口味 真的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或有什么建议的话 请在留言告诉我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按赞 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然后别忘了 追踪我IG 拜拜 拜拜 大家来介绍八种 八个茶茶小蚊子 我